喂 你什么事啊 整个头像猪头那样的 嘿 让我做个还原漂亮的汤给你喝一下 在今集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观看这条片的朋友 或者网友 你们可以用一至两秒的时间 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作为对我们的支持 让我们做得更加好 我们有一个是冬瓜去湿 很好 有人手指酱滲了之后 它说很有功效 所以现在都要保持这个汤 这个汤就被真是脚肿吃完血压药 水肿气肿 对那些会很好 如果你不接受不了的汤味 你就喝回冬瓜去湿水 如果你是任苦 还要看医生 不要用碗煲来喝自己 妈妈厨房 这里1 2 3 4 为之四凌汤 四凌汤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健脾去湿水 睡醒觉 你发觉眼睛又肿 面又胀 手又胀 脚又胀 脚又胀 医生就会开一些厨房 通常都会有 家里面认为良好处的灾 猪蜂 紫窄 炸 雲林和霸殊 是否一定是这样配搭呢 那你需要个人的体质是属于哪一种 中医师 决定了 猪蜂是分级数的 那么大块当然是贵 但是它未必会拿那么大块的猪蜂 一是小块的就不要紧了 根据你自己个人的经济去购买 猪灵都有故事 传说泰白山的主峰 拔仙台 南面物林 有一种叫猪灵的药材 药用价值很高 野生猪灵很爆门 很大的 采药那些都很喜欢去里面挖猪灵 人口很狠窄的 没有很浮沫 遍地溪流很难走 穿过几个小时 物林 哎呀 原来眼前一亮 一个桃花园的地方 就出现在眼前了 但这里没有人住 有一个很大的黑虹 经常出没的 里面的山神 这个山神有规矩 什么规矩呢 就是要求每个彩虐的人 挖到猪灵 一定要将最先挖出猪灵 装满一个大口袋 去奉献给他 如果那些人 不奉献第一批猪灵 他当客了 无论去挖多少 都是无端端 会在袋里面消失的 这是大白水 有健脾去湿的功效 是大胸口袋 扎射 约灵 有耳濕 安神 睡觉睡得好些 等样的 功效大些 还有加味 吃血压药 直脚 腫到浮下 有一个孔 它能打得起 和打不起 医生会加上双龙 是有种 通常都不会加双龙 加上这个 扁斗衣 这些扁斗衣 就是扁斗的衣 都去濕的 还有 和 加强身体气 水份就快流走 所以可能喝完北企后 小便会多些 有些人喝完北企会头痛 如果手得你就加 你觉得自己是醋底 加少一点 是基本 如果你自己煮 就这几个 就可以足够 今次我们煮也有 这个 放四碗这碗碗的水 不用洗 直接倒下去煮 不是每间药材店的药材 都是那么漂亮 所以先煮一下 没有泥沙的 好样的 那就不用洗 过不了自己的眼睛 就沖一沖去 找你隔一隔 怕你流走些东西 煮药用什么煮 就什么煮都可以 就回你自己家里有什么煮 如果你有酸性 当然不是用二杰煮 红色灯滑 一次的中药 两次的中药 就去买个煮 不要浪费钱 想不想加糖 可以放下去 炸小姐 因为有双龙 炸石 和白醇 没有开冷茶 就没喝 你煮汤 没理由煮那么甜 所以煮水就最好 加少许糖 小姐说加少许糖 加三分一 如果你想好喝点 你可以加片糖 或者蜜棗 什么叫三分一 看不看 就是将一片片糖 去三分 其中的一片 就是三分一 片糖 要买纯正蔗糖 这个色 放下去 一起煮 通常煮中药 你要是放蜜棗 要是放片糖 就不是说放冰糖 搞清楚 水滚了 转火 不然很快就没水了 煮好了 材料少 所以基本九个字 就得了 懒人做法 一次过 米都很清 煮水后 可以放冰箱 放两天 不要超过头尾两天 今集已经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的收看 详细食谱 我们会上传在Facebook的专页里面 有兴趣吗 可以查阅 另外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作对我们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